我陪她从年少落魄到权倾天下, 却眼睁睁看她将我的庶妹抬为平漆, 抄了我家满门,我不得善终。 重来一世,我看着她的脊背腿弯, 悔恨颤抖,烧了与她的婚书。 我祝她扶摇纸上,前程万里,前程万里,没有我。 即使知道眼前这位落魄的少年将来会权倾天下, 我也要向她退婚。 重来一世,我不仅要退婚, 还做了和前世一样的举动。 我看着被罚跪在雪里的单薄少年, 狠狠地踩上了她的手。 胶似银珠做成的鞋子, 就踩在她动得军烈的手上。 她的背脊受削确直,刀也劈不弯。 她的目光从那只鞋子一点一点移到我的脸上, 那一眼像是寒夜里最冷的雪, 藏着像孤狼一样的痕力。 她动得唇色发污, 雪落在她上浅年少的眉眼。 她还不像后来那样喜怒不形于色, 咬着牙引线屈辱。 这一年, 省归吃时期, 家到中落, 辗转千里来上京赶考, 一身破络地拿着婚约上了我家的门, 父母哥哥很周全地收留了她。 只是不提婚约仪式。 我这年十五, 娇气蛮横, 受不了要嫁给一个像叫花子一样的人, 借着油头罚她跪在雪里。 这一跪让她恨了我一辈子, 让她全清天下之后抄了我家的府邸。 她是个牙子必报的少年, 只记得别人的坏, 不舍得记得一点好。 她觉得我家对她的收留不过是一种意义上的羞辱。 而我这个瞧不上她的未婚妻更是恶毒。 她有自己喜欢的白月光, 是我打小看不顺眼的树妹。 前世我罚贵了沈归池之后, 没多久就后了回。 拿了要匆匆往回赶, 却看见我的树妹笑盈盈地给她上药, 我转身就走。 她金榜提名时, 在大殿上问皇上请职, 婚约不好废弃, 那她便以平气之力娶了我的树妹。 新婚业她没来挑开我的盖头, 以后也没踏进来过。 狄扣捉了我和树妹, 要交换金银石箱。 她只送来五箱, 说只要一位夫人就够了, 连狄扣都由不得怜悯地看着我。 这些本来都没什么的, 只是我做错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我年幼无知莽撞, 初见沈归迟时要她下跪。 第二件事, 我后来爱惨了沈归迟。 这样的开头, 后面的故事怎么能好起来呢? 我曾为她千里奔波寻找良衣, 用家族势力为她笼络人才, 沈归迟嘲笑我进风十舵, 无力不起早。 我闭上眼亚瑟说是啊, 我所剩唯有一颗真心, 然而这真心却被遭捡, 被撕裂, 我便只能好好收容起来, 不得被窥探。 树妹扶着大肚子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靠近我笑, 她愿宋家把我当成掌上明珠, 可是又忍不住得意, 得意她多年图谋。 她说, 姐姐, 你什么都不是了啊。 她摔倒在我面前, 沈归迟给了我一巴掌, 孩子早产, 生得很像她, 从我嫁给她以来, 她终于得偿所愿, 将她所承受过的羞辱 都百倍千倍地偿还给我, 可她觉得还不够, 我嫂嫂刚添了小汁儿的时候, 沈归迟已经未及人臣, 她抄了我家满门, 我跪着求她, 她捏着我的下巴轻笑, 一如当初雪梨初见, 我咬舌自尽, 却见到她惊恶地睁大眼, 无措地看着血沾满她的手掌, 她颤抖着把我抱住, 脸上的讽刺和轻蔑都还没有消散完, 她最见不得我骄傲, 所以用尽手段来除去我的羽翼, 见我低贱如狗, 想必心中也快疑, 只是我这一生, 难免是意, 我曾经想过许多许多次, 如果重来一次, 初见时我绝对不会那么鲁莽骄横, 我会轻声细语, 笑意盈盈, 像是我树妹做的那样, 伪善一些, 就能讨得她的欢喜, 讨得我数载个日日夜夜都在求得的东西, 我想了许多许多, 可是真的重来了, 我却再一次踩上了她的手, 沈归池, 佩不得我对她那么好, 17岁的沈归池仰头看着我, 长洁上还沾着血, 她咬牙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宋小姐, 默契少年穷, 我当然知道啊, 我对上她的眼睛, 慢吞吞地移开了脚, 重新打量了她一下, 这一年的她足够落魄, 大冷的天连件熬子都穿不上, 可是这样的人, 不需要三十年, 只要三年, 三年她就可以爬上最高的地方, 我俯下身, 轻声道, 对不起, 沈归池愣住了, 雪纷纷扬扬地飞着, 像是续花一样, 蓝鹰续果, 原来, 我和沈归池之间, 从来没有蓝鹰, 皆为飞絮, 对不起害你下跪, 我性子不好, 太蛮横了, 你要是不高兴, 我跪回来也是可以的, 总而言之,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看不起你, 上辈子一直耿耿于怀的道歉, 我一辈子也没能找到机会说出口, 本来就是我做错了事情, 折磨了我一辈子, 我常常想, 若非这样的初见, 我和他也许并不至于到那样的田地, 可是我今年才十五岁, 我们从前也没有见过, 你也不喜欢我这样的女子, 与其两个人束缚在一起痛苦一生, 这婚事还不如退了, 对吗? 我听不见风声了, 眼前跪着的少年微仰着头, 挤背去挺直, 眼神黑漆漆地盯着我, 他平静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 我失神了一会,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上辈子我用了好多年才认清这回事, 我总以为是自己姿态太过高傲才惹他生厌, 就一点点收敛了性情, 做他最好的妻子, 为他抚恤下世, 助他官途通畅, 那时他也是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他说, 宋家人向来伪善, 可其中, 赎你宋艳书, 最令人作呕, 我从未让他欢喜过, 从来只有憎恶, 谁能想到重来一世, 17岁的他会这样问我呢? 我回过神看着跪在雪里的少年, 从白虎毛这边暖融融的袖子里伸出手来, 穿过飞絮一样的雪碰上他的脸, 他挣住了, 我摸上去冰凉一片, 原来这场雪, 这么冷啊, 我欲光丽瞥见一脚粉色在郎柱后面躲躲藏藏, 正是我的树妹, 他从小就喜欢和我抢东西, 从没有抢赢过, 上辈子的沈归池, 是他唯一赢过我的, 我输掉了一生, 雪中送炭的初见, 真是天降的好姻缘, 上辈子大概我阻碍了他俩的婚约, 也算是沈归池那么恨我的一个缘由吧, 我扶去他肩上的薄血, 他还是直视着我, 不肯低头, 好像在等我一个答案, 我想了想, 指了指那边的树妹, 我笑着说, 你大概喜欢他那样的, 他问, 那是谁, 我回到, 我的树妹, 宋莹, 他的名字很好听, 上辈子他因为这个为他修建了一座音乐馆, 馆中有弹, 可以映下好大一轮名乐, 我总得给他们留出时间来, 就要告辞, 你不必再跪了, 退婚的事情, 我会自己和父兄阻牢请罪, 你不必担心遭见了自己的名声, 送付我会吩咐下去, 你还可以在这里安心住下, 没有人敢怠骂你, 沈归池沉默了很久, 我就要带着我侍从离去, 雪如续花穿过, 这一辈子的缘分大概就到此为止了, 我和沈归池擦身而过的瞬间, 他却十分僭越地伸出手扯住我的手腕, 像是怕弄脏了我一样, 只伸出了几根手指虚握着, 雪落了年少落魄的他满身, 他扯下眼, 声音雀芽, 官拜一品, 良田万情, 才能配得上宋小姐, 是也不是, 我的碧尼小棉早就看不过眼了, 一把扯开他牵着我的手, 替我骂道, 国公府家的大小姐, 往日里登门的哪个不是王孙公子啊, 我家小姐, 配天上的月亮都是绰绰有余的, 宋家上下都拿我当明珠宝玉, 对于突然上门打秋风的沈归池, 纵然面上都呆得客客气气的, 心里总归都是不舒服的, 父亲看出他前程必定远大, 但却对我说, 沈归池并非良人, 他年少落魄, 吃了太多苦, 心气不比我低, 我和他在一起恐怕会成怨我, 我不信, 却一语成颤, 我扶住小眠的手, 他就乖乖往后靠步说话了, 我说, 不是, 沈归池正住, 我继续往前走, 血继续落下来, 我没骗他, 我所需并非官拜一品, 也不要良田万寝, 我想要我的意中人好好安置我的一颗心, 仅此而已, 上辈子他没能做到, 血下得不大, 我嫌麻烦不要小眠撑伞, 却因为在路上和沈归池的那一出耽搁了一些时间, 到了母亲的住处时肩上发现都已经落了薄血, 母亲急急忙忙地招呼婆子给我拖去大厂, 给我换了个银丝锈炉暖手, 又把我招到跟前, 推了一盏热牛乳给我, 冷不冷, 血下得大也不知道让丫鬟撑伞, 冻坏了可怎么办, 母亲话里是责问, 可脸上却都是关切, 冻不坏的, 我话音还没落, 却从喉里轻发出一声哽咽, 我急忙拿起那盏热牛乳抿了一口, 借阴晕起来的热气挡住我眼底快要掉出来的眼泪, 这一年的我是宋家的掌上明珠, 连淋了一点血都舍不得, 后来有一年的冬天, 我为沈归池千里寻衣, 连人带马迷失方向, 差点冻死在雪里, 再没人能问我一句, 艳书冷不冷, 母亲伸手替我把病编一缕晃悠悠的碎发重新理好, 柔声道, 沈家的那封婚书, 做不得数的, 我回头再和你父亲商讨, 总会替你把这门亲事好好解决的, 沈归池和我的这门亲事, 是祖辈定下来的, 可惜沈家将和日下, 如今只剩沈归池一人伶丁, 宋家这时候退亲, 总是会被扣上贤贫爱妇的帽子, 连累父亲半辈子清明, 艳书, 母亲叛逆能寻得如意郎君, 平安顺遂地过一辈子, 我伸出手握住母亲的手, 那样温暖, 我感觉自己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 我弯起唇笑, 我不要自己有什么如意郎君, 也不求自己什么平安顺遂, 唯愿送福安宁, 免受前世无望之苦, 母亲叹了口气道, 今日冬至, 本该是要大办的, 因为沈家那孩子的事情, 府里上下都不痛快, 这才搁置了, 你哥哥一早就去城外练兵场练武, 在那泄愤呢, 瞧这一片惨淡, 我捏着茶杯的手一紧, 睁大了眼颤声问, 今日冬至, 我才记起来, 今日居然是冬至, 上辈子的这一日, 发生了好大的事情, 当今圣上的胞弟陆渊受命出京, 却遭遇了埋伏, 人倒是没死, 却因此瘸了一条腿, 哥哥闻讯前来营救, 仓皇之下没什么准备, 送了半条命, 埋下了病根, 原本可以炙炸风云的少年郎, 缠绵病塌半生, 沈归齿来的这个冬天, 宋家便是在这样惨淡的氛围力过的, 人骂沈归齿是个祸心, 在家客父母, 到了宋家, 宋家的郎君都受了灾, 我放下杯盏, 闭了闭眼, 稳住了心神, 再睁开眼来, 是笑意盈盈, 母亲, 我要出城看哥哥, 给我准备些哥哥爱吃的元宵, 她想必不大高兴, 我去瞧瞧她, 我从前在家受尽宠爱, 这样的事母亲想必不会不应允, 她又瞧瞧外边的天, 好在雪已经停却了, 但还是醋没道, 这样冷的天, 我心里胶着, 却还是哄着母亲, 好在她是点了点头, 我起身便向外走去, 我不坐马车, 马车行得太慢, 如今已过正午, 我记得是天危暗的时候, 哥哥一身血的被送回来, 再不快一些, 就来不及了, 我有一匹马, 名为竹雪, 通生如雪, 骑起来追云竹月, 我又怕了最得力的侍卫先去兵营, 而我要先去追上陆渊, 我欠陆渊一条命, 我这次还给她, 北风从我耳边呼啸而过, 我骑着竹雪策马过上京, 又出了城门, 往实力亭的方向而去, 大风太冷, 灌进胸腔里止不住地疼, 我却扬边加快了速度, 上辈子, 圣上应病而故后, 又递不过三岁, 是陆渊出任摄政王和沈归, 持稳住了朝纲, 两人却不对付, 是针尖脉盲的政敌, 陆渊瘸了一条腿, 冷着连博族上下潮, 却无人敢对她不敬, 我却曾当面笑话她一句, 瘸腿王爷, 然而便是她, 在我和宋盈同时被敌寇捉住, 沈归池只送来五香金银时, 一箭射杀敌寇, 救了我的命, 我向来恩怨分明, 没机会报答她一先自已, 这次重来, 便还她双腿健全, 愿她仍然尊贵, 无人笑她残缺, 寒风凛冽, 这年的雪来得早一些, 成交便在没有行人, 阴天下压着满眼的白, 快马加鞭, 我又娇弱, 舔了舔唇时已感到轻微的穴位, 这遭风吹下来, 这吹伤的脸不知道要养多久, 赶了又赶, 眼尖十里停在前头, 有几人在亭中休憩, 我这才放松下来, 十里停在过去一些, 就是贼人埋伏之地, 长风力衣媚偏飞, 我并肩地迎拆琳琅作响, 我翻身下马, 亭前却有人已住看了我很久, 他紫衣欲呆, 腰间垂下一枚玉佩, 上课冤字, 涨发高树, 略散了歇在病边, 被风吹荡起, 陆渊眉眼生得好, 眉飞入病, 一双眼狭长, 如今却飞挑了几分自意, 高鼻下得薄成婉然, 一股紫横生的少年风流, 是这冬日夜演不去的黯然, 我正主, 我从前所见的陆渊十分阴沉, 手段也是残忍强硬, 却原来, 他眉断了腿之前是这般得意少年,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旁边的亲信在这荒郊野外见这个小娘子也新奇得很, 看了看我, 又看了陆渊, 惊奇道, 小王爷真是受欢迎, 我们这般出京, 都还有贵女匆匆相送, 陆渊遍野微台下河, 狭长地眼弯起, 掠勾了唇角,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回身从竹雪身上取下一个石盒, 上前几步, 掩面故作娇羞道, 今日冬至, 王爷肯定还没能吃到元宵, 我来送一送王爷, 全了我这轻木之心, 说到最后几个字, 更是上前两步, 将石盒向陆渊举去, 却脚下踩了雪, 不小心一滑, 轻呼一声, 往陆渊怀中扑去, 被他一只手扣住我的臂膀, 再也进不了半分, 陆渊咬牙一句, 姑娘自重, 便冷冷瞥一眼旁边睁大眼看戏的亲信, 他们自觉地移开了目光, 我却借此轻声道, 有毒, 有叛徒, 有埋伏, 陆渊文武双全, 然而前是瘸腿, 一是亲信中出叛徒, 在身后重伤他, 而是因着中了毒, 这毒本来也不致命, 只在运工时才毒发, 毒入百脉, 我前是为了帮沈归持, 这些是了解的一清二楚的, 连初初解毒的方子都知晓, 到头来, 却是帮了如今的陆渊, 他略略沉下眼, 只手抬我下河, 一把闪着寒光的袖中剑 看起来就要滑出搁上我的喉, 我却迎上他的眼睛, 不闪不闭, 重新说道, 我是送向国家的嫡女, 王爷既然这样瞧不上我, 我精心做的这碗元宵也该吃一些, 我便从此吸了这颗心, 我起开石盒, 一股香气溢出, 自己先吃了个白圆白圆的, 无毒, 我赌他信我爹, 送向国, 他黑沉沉的眼睛看了我许久, 才倾笑一声, 结果我手中的石盒, 有亲信这才来劝阻, 他摆了摆手, 笑道, 一个小姑娘, 不妨碍, 他吃得大底不情愿, 吃下第一粒的时候却轻挑了眉, 我的厨艺向来好, 陆渊垂下眼吃东西的模样秀之, 浑然看不出前世那副阎王模样, 我等得无聊, 捧着脸笑咪咪道, 王爷吃了我的元宵, 想必对我也是有几分意思的, 正巧我云阴未驾, 我话还没说完, 就见到陆渊险些枪柱, 抬眼看我的模样还有着慌乱, 阴沉沉地吐出闭嘴两个字, 边上的亲信也不由地低笑起来, 等他吃完的时候, 我收回食盒, 以通知哥哥此处险要所需准备, 想必正在来此的路上, 我又藏了解药在元宵的心里, 替陆渊解了毒, 想必是没什么要紧了, 学有有些零散地下了起来, 我动得微颤, 上马却难得地轻松, 我吊马离开时, 却被唤了一生, 我回过头, 长风萨萨, 陆渊立于亭内, 雪在他足边飞旋, 他冷淡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心内落下一桩事, 自然愉悦畅快, 便难得笑着回他, 宋燕书, 我叫宋燕书, 京中出了大事, 陆渊出京办事, 却险遭埋伏, 幸好宋家的长子得姓搭救, 没什么大碍, 皇上大怒, 下令彻查此事, 安抚了陆渊后, 还大赏了宋家, 我哥哥倒是和我生了气, 气我一个女儿家策马出了京郊以身涉险, 我缠着哥哥又是道歉又是悔过, 他才冷哼一生算是放过, 这才问起来, 问我怎么知道石里亭那快有埋伏, 我摇了摇头, 垂下眼说, 我也不知道, 我梦见的, 我梦见你, 全身都是血, 是啊, 若不是我横插一脚, 有了先知, 这时候的哥哥该是满身血地被送回来, 是连太医都说要被灵救的程度, 眼下他还活蹦乱跳的, 真的是很好了, 他伸出手敲敲我的头, 傻姑娘, 我还好好的呢, 不知信了没, 也不再追问我, 转头谈起陆渊来, 因着陆渊是陛下唯一的胞弟, 年岁又小, 上京都称他一句, 小王爷, 我从未见过哥哥这般高看一个人, 我歌颂之章向来自负, 却把这陆渊夸到天上去, 小王爷都离不了口, 我听得烦, 正好听见小司来抱小王爷来拜谢我哥相救, 他便高兴得连我都顾不得了, 往正听去了, 我正好回了屋, 好好午睡一番, 睡醒想起来梅花该是开了, 叫了小棉陪我一同去折两只, 却半路上遇到了宋盈和陆渊, 宋盈怀中抱两只梅花, 却是脚不知道怎么一扭, 往陆渊身上道去, 他这回手都懒得深, 往外轻轻一臂, 宋盈扑了个空, 跌落在地上, 我转身要走, 却被眼尖的陆渊喊住, 他眉眼压着不耐烦, 擒着冷笑, 你家的婢女走路都走不好了吗, 宋盈本来还泪光盈盈地仰着脸瞧陆渊, 听到这话脸色却难堪起来, 他竟然当她是婢子, 还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小王爷向来不敬女色, 话也说得刻薄, 我也不弃他的无礼, 懒散回道, 是啊, 我们家的姑娘, 见到年轻俊秀的儿郎 都是会这样脚软不当心的, 譬如上次我狡猾, 鹿烟微微睁大眼, 很不可思议地瞧着我, 像是对我这样坦荡的轻浮有些无措, 索性冷笑一声侧过头去, 小眠去搀扶宋盈, 宋盈路过我时却顿了顿, 我转头看他, 轻声问, 你不是重义省归池吗? 他色缩了一下, 面上有些尴尬, 道, 只是无意救助, 不敢有他意, 我看着他一双饮水的眼眸, 却觉得有些讽刺, 等到沈归池有成就时, 他该跪在父母面前, 哭道本是无意救助沈归池, 却一往情深, 请求成全, 送迎难堪地走了, 还剩了一个陆渊, 不知道他怎么转到这边来的, 微台下河, 问我, 那日时里停, 且不说你们何处得来消息, 你一个规格女儿纵马前来, 居心为何? 他这般威敌下眼来, 便有了分前世摄政王的阴沉危险, 想来想去, 总归是只有少女慕爱这个理由型的通鞋, 我随口回道, 我说过了, 我不过倾慕你罢了, 你有难我当然要来帮你了, 对了, 那日的元宵好吃吧, 我说得情真意切, 却看见陆渊的眉宇带上一丝不自在, 却还是冷冷吐出两个字, 难知, 想了半天还是怕我对他情根深重, 道, 本王向来挑剔, 你趁早死心吧, 我低头看他的腿, 瞧着旧长, 并不像上辈子一样脖足了, 脖子王爷, 走起来难看也就罢了, 只是这发生在陆渊身上就让人格外难受, 他是这样骄傲, 我舒缓了长气, 却听见他垂下眼来轻声一句, 多谢, 我厌抑地抬起头, 却看见陆渊冷笑道, 一码归一码, 我可不会喜欢你, 我忍着笑点了点头, 画到这里我就该走了, 越过陆渊往前走, 走出几步, 却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 省归池在不远处站着, 看我的眼神比雪更冷, 疏忽轻笑一声, 眼睛黑沉沉的, 我原以为你当真不喜欢我, 没想到是只喜欢权贵, 陆渊的声音从后头传来, 你是何人, 省归池不偏不已, 越过我和陆渊对视, 唇弦一分讽色, 慢慢道, 宋燕淑的, 未婚夫, 你有未婚夫, 我回头看陆渊, 小王爷果然沉下了脸, 狭长的眼看着我似笑非笑, 宋燕淑, 你出喜, 叫我的名字分明, 多了分有牙切齿, 他肩上落了薄雪, 和沈归池不知怎么对视上了, 气氛像拉紧的弦一样紧帮, 陆渊冷笑了一声, 再挽我一眼, 转身走了, 那气势, 说他要去上战场也不为过, 我头疼的柔了柔眉心, 大约今日就不该出来踩着梅花, 面前还站了个沈归池, 我更是头疼, 他又添上一句, 眉眼藏着隐忍, 婚约还没退一日, 你就还是我沈家的未过门的妻子, 理应注重言行, 我听得想笑, 莫非这婚约只对你子有束缚, 不对男子有用吗? 他和宋盈那档子时, 还不是在我俩婚约之下发生的, 这样冷得天, 沈归池还穿一身薄袄, 连袖口都磨出了絮, 这样轻衣单薄地立着, 真是一身轻贵, 我问, 宋家不曾给你送袄吗? 沈归池说, 我是在宋府借助, 不是来打秋风的, 我自己的衣裳在难堪, 也受不了这样的施舍, 我咬了牙, 前程就是一同涌上心头, 伸手推了他一把, 你装什么清高, 谁有空没事羞辱你那两分尊严, 你怎么这么把自己当回事, 是不是只有宋盈亲手缝了敖送到你手上, 你才高兴说这才是看得起你, 宋家不曾对不起你, 我说, 沈归池, 尊严是自己给的, 不是别人施舍的, 你要是真确地收了心理不宁, 那好, 也不是白送的, 当作你欠我的, 他被我推着骂也不曾动怒, 把我推他的手扣住, 贴着他的心口, 他垂下了眼瞧我, 宋燕书, 你很讨厌我, 我说, 没有, 我不讨厌他, 我恨他, 我恨我那样炙热地喜欢, 被放在冰雪之中覆盖, 沈归池却突然解释道, 我没收他的药, 也不曾和他来往, 我愣了愣, 才明白, 他说的是宋燕, 他平静地说, 我不喜欢他那样的, 宋燕书, 我压抑地抬眼看他, 却收回自己的手, 我摇了摇头说, 这不关我的事, 婚总是要退的, 沈归池退半步, 越发显出我和他的不同来, 我的白胡球和他一身破落是这样格格不入, 他轻静地笑了一声, 像是自寻羞辱, 一字落下似有千军, 他说, 好, 这婚中究是退了, 母亲把那纸婚书亲自交到我的手上, 薄薄的一张, 因着年岁有些久, 尚且有些旧了, 不过保存得很用心, 听说沈归池赶来上京时, 那样破落也把这婚书护在心头, 我翻来覆去看了许久, 叫小棉搬来探盆, 毫不留恋地放进去烧了, 那纸婚书便这般蜷缩起来, 一点点成了灰烬, 小棉比我瞧着还松快, 在他眼里我是千好万好, 一个省归池是万万配不上的, 他却突然一一声, 嫩嫩道, 小姐, 你怎么落泪了, 我也讶异, 伸手一碰, 却是有一滴泪落下来了, 我笑道, 这探盆烟太大了, 熏着了, 他赶忙移走了探盆, 回来的时候却又认认真真地看着我说, 小姐,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第一眼见到那沈家的郎君, 就不喜欢他, 连他答应退婚的模样, 都那么讨人厌, 像是前辈子和我们结下多大的仇一样, 他那样的人, 喜欢谁, 大约就要谁不如意, 我微笑着听, 心里却有些怅然, 我怎么会没有恨呢, 可是现在的沈归池, 什么都还没有做, 万般情绪, 我都只能忍却下去, 如今这婚书了结, 从一开始就把这段孽缘掐断, 没有什么比这样更好的做法了, 小眠话头一转, 他说, 不过我看, 小王爷就很好啊, 喜欢他的女子要从这里排到精灵去呢, 我瞪大眼, 故作惊讶道, 你怎么一口一个嫁去, 莫不是你想嫁人了, 小眠听了难免羞丧, 转过头不理我了, 只是宋家退亲一事, 到底难听, 知道不知道的都要骂一句宋家薄情, 父亲未表歉意, 裴礼背得十分丰厚, 又兼有其他利处, 可省归持起量职, 分文不要, 而且自请离府, 他离府的时候, 我曾去见过他一面, 我问, 你去哪? 我料想他该是对我十分不耐烦, 却出奇地回答了我, 父亲就有所依下的一处旧宅, 我应了声, 也没想出更多的话回他, 他却轻声问, 婚书呢? 我笑道, 烧了, 他唇脚扯开一个轻蔑的弧度, 我却突然想再问一句, 我叫他, 沈归持, 这大约是我第一次这样唤他, 他也微正, 我问, 你若有朝一日娶得心爱女子, 他也欢喜你, 新婚之夜, 你会掀开他的盖头, 闻起他的面脸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 没头没脑的, 可是很好回答, 沈归持说, 自然, 我拢在袖中扣得很紧的手, 陡然一松, 像是得到了回答之后的释怀, 斩钉截铁的自然, 理所应当的自然, 然而上辈子的新婚夜, 我那样欢喜, 却连盖头都没人先, 终于从他口中得到了答案, 只因为他取得, 我啊, 不是他心爱女子, 我把袖中所藏银两拿出, 扯过他的手安置好, 我并非可怜他, 只是在上京这样烧钱的地方, 他若又受了什么委屈, 到头来都赖在我宋家头上, 我说, 你拿好, 我的私房钱贴补你, 沈归迟, 你也不用还了, 你欠我的太多了, 你还不轻, 沈归迟咬然, 大约也搞不清究竟他欠我什么, 垂眼看那庸俗粉色的钱袋, 我再唤他一声, 沈归迟, 发见的银钗被风吹动, 我轻声说, 没人比我更相信你能扶摇而上, 没人能比我更信你有蓬城万里, 我退这婚, 也不是瞧不起你, 只是我从前做错过一件事, 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那太痛了, 沈归迟微睁大了眼睛, 风雪擦过他的病脚, 他年少自诩才华, 我向来少见他有这种迷茫模样, 还有些不知何其的恐慌, 他伸出手, 像是想要触碰我, 我却退开半步, 浅作一礼, 愿君扶摇直上, 有家人在侧, 有富贵无双, 只是与我再无关系, 这个冬日格外冷, 可是缩在宋府里总是嫌闷, 我自重生一回, 那些钻营的烦恼都忘却了, 家里有父兄长辈, 只得了我一个女儿, 自然待我如猪如玉, 我也养回一些从前的脾气, 真是不知道, 我上辈子怎么能被搓磨得那样疲惫, 天气回暖一些的时候, 我便带着小棉出去了, 在城东的珠宝阁, 却是撞见了两名侍郎家的小姐, 楼家的女儿, 云牌与月怀, 他们和我向来不对付, 我见着他俩就没什么好心情, 果真如此, 我看上哪样他们就要哪样, 我索性都挑了个遍, 像咪咪地看他们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 见着我这般神情, 妹妹月怀沉不住气些, 开口讽刺道, 宋燕书, 我还以为你要羞愧地窝在家呢, 我其道, 哦, 他忍不住补充道, 上京都传遍了, 你们家退了沈家那破落户的婚, 这样不地道的事情, 你怎么一点都不羞愧的, 好了, 你名声本来就一般, 这吓坏的大概没人要娶了, 我正看一顶琉璃关, 精美地不向人煎恶, 随口回道, 你先操心自己的婚事吧, 没等到回应, 却见两姐妹的脸都有些微红, 理了理身上的褶子, 却是微微抬着头, 一副不胜娇羞的模样, 我顺着他们的目光往上看, 二楼正有掌视人谦卑地低着头, 簇拥着一位子异玉官的少年郎, 他们正从楼梯上往下走, 路渊懒散地映着, 一双眼却往下面看, 正好和我的眼神撞上, 和没看见一样别过了头, 原来这两姐妹, 装扮得这样好, 是在等小王爷呢, 月怀上前一步, 正要和她说些什么话, 却听路渊吐出两个字, 锅躁, 她那冷眼一扫, 大概多有勇气的姑娘家都受不了, 只能退走了, 我还嫌不够, 山峰点火道, 云排月怀, 你们包下的手势不要了, 我正快乐地看着两姐妹离开的落寞身影, 却听见路渊已转过来, 对我一视同仁地说了句, 你也是, 我耿住, 长长地叹了口气, 路渊却生了分迟, 问我, 你退婚了, 我点了点头, 她还要再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应了一声, 不知道怎么的, 嘴角翘了点起来, 她的亲信在后面窃窃私语, 偏偏这私语也不太小声, 他们说, 这宋家小姐, 对王爷真是情根深种, 不仅常停送别, 还为了王爷退了婚, 我十分震惊, 路渊却惊骚得不再作声, 继续走下楼梯, 往外头去了, 路过我时却顿住, 垂下眼瞧我, 十分慢调思理地说了句, 宋小姐实在没人娶的话, 本王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上辈子路渊始终没娶妻, 世人传她断秀, 如今再来一遭, 我倒是没想到她能说出这样的话, 免不了正逐, 下意识回问, 真的, 小王爷微微一笑, 轻勾了唇角, 假的, 我哑然, 却见她伸出手来, 将我并肩地拆子扶正, 漫不经心地改口道, 看本王心情, 我抬眼看她, 正见她眼底有笑意, 正如夜里着亮长星, 她往外走, 外头又淋淋散散地下起了雪, 引入她黑色的大场之中, 我恍惚里想起, 那年我和树妹被狄寇捉住, 也是下着这样的雪, 沈归持送来五香金银来换送银, 狄寇却愈发贪心, 打算将我这个不值钱地给送回去, 却临时改了主意, 打算在坡上就砍了我的人头, 被我嘲弄过的博足王爷, 却弯弓射箭, 一箭射杀了狄寇, 他生得好, 地位又尊贵, 却偏偏博了足, 阴沉的人人称他一句, 冷面王爷, 他解了大场让人递给我, 却不肯在我面前轻易走动, 就立在零散下着的雪里, 静静地看着我, 我脸上被溅了血, 惊慌未定脚软地站不起来, 那时的陆渊走过来, 走得艰难且难堪, 身披一身风雪, 却向我伸出了手, 我心里突然一动, 像是一脚坍塌了, 不被知晓得有些事便浮现了, 眼下的陆渊圆正往外走, 却如有所感地回过头, 那一眼竟然出奇地和记忆力的摄政王队上了, 那样的黑尘, 急吕发雨风轻碰, 疏忽, 他却勾起唇角, 陆渊懒洋洋道, 宋艳书, 别偷看我, 我回府后, 却收到了珍宝阁的一堆首饰, 最上方摆的一盏琉璃冠, 真是流光一彩, 上头倒是放了个纸条, 自写的龙飞凤舞的, 是历透纸背的, 陆渊二子, 我当时看那盏琉璃冠, 倒也并非真心爱周勿神, 只是从前沈归吃男游回来, 曾带了这样一盏, 最后落在宋艳手上, 到底让我酸涩羡慕, 我去见母亲时, 母亲正巧和我谈及宋艳的婚事, 母亲向来宽厚, 只是对她淡淡的, 总是赶不上对我用心程度, 按照母亲的意思是, 我退了婚, 总不好立刻定亲, 但宋艳年纪和我类同, 也该定一门亲事了, 前世也是这样的, 母亲给宋艳选亲事操了不少心, 结果沈归只往圣上面前一提, 直接和我平妻嫁入沈家, 真是说出来都是笑话, 我只是淡淡提醒道, 不如让宋艳自己选, 免得到头来她还不领情, 母亲略略私存道, 也是, 我出了门, 却刚好碰见宋艳, 上辈子那么怨她, 可是今生也只是淡淡的, 看她格外有兴致的要去挑选她的良序, 不免出了声, 你与沈归迟无来往了吗? 宋艳却奇怪地看我一眼, 撇了撇嘴, 我和她有什么干系, 我定定地看了她一会, 慢慢想了想, 才想通这回事, 上辈子的沈归迟看不透我的欢喜, 可我这位树妹, 却是把我的心思看得清清楚楚, 才去一逢营沈归迟, 这辈子我毫无留恋地退了婚, 眼下的沈归迟瞧着也是落魄地入不了宋艳的眼, 从两情相悦到今生末路, 可是, 我倾笑一生, 万般痛苦源头, 居然是我的喜欢, 我们渴起来, 难受地弯下腰, 荡夜我便发了烧, 哥哥急着拿牌子去请了太医, 瞧过了只说是风寒, 好生修养便好了, 可我却因此病了半个冬天, 开了春才好起来, 病的时候做了好多梦, 恍恍惚惚, 浮浮沉沉的, 等我好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自己忘了些什么, 却又记不起来, 我半夜似梦飞醒时, 曾见床前有人, 却不言语, 小心地为了一粒药丸在我嘴里, 入口即化, 百卖温热, 他伸手想碰我脸, 我稍一动, 他便迅速收回了手, 恼怒地说了什么, 可我都没能听清, 等我醒来时, 床头却放一只沾露的春花, 滴溜溜的, 小眠替我梳妆时, 给我粘上一只布瑶, 正是那日陆冤送的, 我突然想去城外寒山寺祈福还愿, 母亲十分高兴地阴吻了我, 说是我这病能好, 也该是要多求佛祖庇佑, 我隐约中记得 我曾发生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可是醒来我还是宋家的掌中猪, 混沌得不再去深究, 但是拜拜佛像总是好的, 马车在青石板上前行, 一个宋字挂在车角轻晃, 车夫却突然停住了车, 小眠替我掀了帘子, 皱眉回身, 捅我道是沈加纳郎君, 沈归迟, 我记得的, 我前段时间退了他的婚, 可是更深的事情, 像是被水雾笼罩着, 看不透彻, 我便也醋了眉, 微探出了身, 正有阴云蔽日, 天色微尘, 沈归迟一身轻衣挡在马车前, 脸消瘦苍白, 眼睛也愈发指咬黑尘, 瞧着是有些失魂落魄的, 我也不是什么脾气好的人, 略睁大眼睛骂道, 马车你也拦, 当真不怕死, 沈归迟轻声说, 听说你病了一个冬日, 然而送府门房, 不让我进, 我只好守在外头, 我有些奇怪, 你找我做什么, 沈归迟却没回答, 他说, 我梦到一些事情, 并不多, 处处以为是假, 尽管荒唐, 可是还是想来问你一问, 他微扬起头, 那样子的脊梁居然有些颓了, 面上有些脆弱, 他说, 这个冬日本该有人为我搜来名家孤本, 我的岸上本该多出上好的笔墨纸验, 他为我的科考尽心尽力, 听闻我喜好战课, 便学了粤鱼, 刻了一只小兔子放在我的岸头, 他说得很慢, 吐字像是痛苦, 又像是甜蜜, 我听着这些事情十分熟悉, 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心下不知为何不舒服, 摇了摇头道, 世上本就没有本该这件事, 谁本该为你尽心竭力, 谁本该将一颗真心送于你揉捏, 我突然问, 那只小兔子呢, 他的面色却突然变得难看, 轻轻抽着气, 像是很疼的样子, 梦中的我, 把他扔了, 我以为这是, 羞辱, 我倾笑一声, 天底下原来有这样的羞辱, 想必你所说, 那人极为巨傲, 沈归驰, 你该让一让了, 我尚且还有事, 我在天上一句, 瞧他眼眶微红的模样, 我也差异心中的快意, 却还是扯开一个讥讽的笑, 我说, 本该的意思, 就是在得不到, 沈归驰, 你明白了吗, 他亮呛两步, 脸色煞白, 我不知有何预感, 正如我上回驻他虔诚似锦, 我预感到他接下来的每时每刻都该在痛苦之中, 然而其中缘由, 我自己都不清晰, 大约也只有佛祖知道了, 城郊寒山寺的桃花开得早, 香客却不多, 我跪在大殿中, 仰头可见浮像慈悲模样, 我隐约知道自己忘却了一些好像很重要的事情, 然而此刻却无比安宁, 不愿过多计较,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我正合掌祈福, 却感觉我发剑得不摇晃动了, 我睁开眼, 陆渊的指尖刚从我不摇垂下的流苏离开, 他垂下眼瞧我, 一跃未见, 他生得愈发俊秀, 我刚要说话, 却见他做了个静生的动作, 陆渊在我旁边的蒲垫上跪下, 我从前听闻小王爷不信神佛, 现在倒好, 这架势比我还虔诚, 我和陆渊起身往外走时, 他才懒散开了口, 伸出手掐着我的脸左看右看, 叫病前还圆润些, 我的药果然不错, 我才想起我病中四真四假见到的人, 瞪大眼睛道, 你的药, 你偷入我规格, 陆渊无了一声, 扇扇收回手, 摸了摸鼻子, 十分生硬地转了个话题, 你许的什么心愿, 我道, 说出来有什么灵验的, 他眉角运了一点笑, 垂下眼看我, 你若告诉我, 说不准比告诉佛祖还有用, 言语间难免有底气, 我窝一声, 一点一点说道, 我向佛祖许愿啊, 上京的小王爷早日娶妻, 路冤一正, 而后却攀上丝红痕, 知道我是戏弄他, 却慢条丝里道, 眉眼却是难得认真, 送宴书, 你就这么想早日嫁人, 山雀叶着肠尾清脆地叫唤着, 寺外的桃花落了一地的红, 这路本是通往山下的小径, 我看着路冤精致的眉眼, 尚且还没想清楚这话是什么意思, 却听见破空生起, 路冤把我往怀中一揽, 我直撞上一股清雅逐味, 他再往后一步, 剑雨就从我刚刚站的地方破空而过, 我抬眼见路冤沉下的眉眼, 剑雨不停歇, 还有刺客持刀窜出, 路冤分神把我的头往怀中一按, 声音低沉, 别看, 抓好, 天旋地转, 刀剑相碰, 我不知道战况如何, 只是手心为路冤出了一把汗, 血腥未愈浓, 不知道是路冤的还是刺客的, 我在抬头时, 地上已瘫倒了一堆人, 佛门之地, 却是沾染了一片血腥, 路冤扣紧我的腰, 往着寒山寺深处走, 七拐八绕又动用了机关进了暗室, 点了一盏灯, 才如是重负地吐了口气, 我肩上陡然一重, 路冤像是终于撑不住了一般, 我才发现他的脸上都是冷汗, 唇色苍白, 腹部已中了刀, 腿上也鼓鼓地流着血, 我扶着他寻了墙坐下, 他从袖中取了药肤伤, 手都微颤, 我从裸裙的裙摆上撕了大块布给他止血, 稍稍料理好了些, 他才喘着气靠着墙壁幕, 灯火微跳, 陆渊威仰着头和睦, 他突然叫我, 宋燕书, 我看他, 他说, 你过了一些, 我以为他要说些什么, 便凑近了过去, 没想到他突然微起身, 脖唇在我脸颊蜻蜓点水地擦过, 或许还碰到了我一点唇角, 我正在原地, 却见到他已经回去, 因为这一点动作痛得抽气, 却还放开了眉眼笑了起来, 笑声里沾歇放纵的得意, 他道, 寒山寺后门有条小道出去, 你的侍女会在那里等你, 你从那里下山去, 很安全, 我才反应过来, 他这是要让我走, 我问, 你呢? 他说, 你不必管, 我却执拗起来, 重新问一遍, 那你呢? 陆渊看着我, 好久才无奈地叹了口气, 却又含了柔和, 我就在这里等, 验书, 等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 婚案里陆渊的眉眼却动人, 他平静地开口, 当日十里停埋伏, 朝廷重拿之下也寻不到元凶, 我日常所服用之物也都十分谨慎, 唯有那日临行前, 陛下和文妃娘娘赐下的一杯酒不曾验过, 却偏偏中了毒, 埋伏的贼人曾被审问出, 取不了我的性命, 也要废了我一只腿, 让我当博足网页, 无论如何, 残缺之人始终与地位无缘, 陛下身子愈发不好, 太子又年幼, 他说得仍然平静, 谈及生死大事, 也像是与自己无关, 我再等, 等着看是文妃娘娘不要我过活, 还是我的哥哥想要了我的命, 若是前者, 自然皆大欢喜, 若是后者, 陆渊轻轻笑了笑, 却是对我说的, 带了分惋惜, 恐怕我就该食言了, 满足不了你刚才许下的愿望了, 小燕淑, 他抬起手, 为我在扶正病边的步摇, 却嫌弃道, 是样太难看了, 下次换一个, 我却伸手扣住了他的手, 尚且温热, 我认真地看着他, 我陪你一起等, 上京进来又出了新事, 一是太子的生母文妃娘娘病重, 谁都不许探望, 有小道消息传闻文妃娘娘犯了大错, 性命堪忧, 只是诸多猜测, 谁都不知真相, 二世荆轲壮运, 省归持才华横溢, 皇上得知大喜, 他却在朝堂之上, 请求皇上为他与宋相国家的敌长你赐婚, 小王爷却不高兴了, 紧跟其后, 也求皇上为他和宋家你赐婚, 这场闹剧让上京里的街头巷尾 演了粤鱼的三人爱恨情仇的瓜葛, 我那日和陆渊在暗室等了许久, 等到的却是皇上的亲卫来营救, 人人尊称陆渊一生, 小王爷, 实在是有皇上是真心顾爱这位弟弟的缘故, 乃至于文妃不安心, 总想着废了陆渊, 我那时回头看陆渊, 却见他神色却不意外, 瞧我的眼神却柔和, 他看了我许久, 才抬了一分下合, 果断地说, 宋燕书, 我们上辈子, 肯定是天作之合, 我记不清, 却恍惚里记得一个伯勒足, 走得难堪的背影, 背脊却之而孤傲, 我好像记得我曾叫住他, 那人回头, 面色冷于苍白, 黑尘的眼里却像是有波光微动, 像是在期待什么, 我却轻叫一句, 拉长了讽音, 十分俱傲气道, 跛脚王爷, 我回过神也不知道为什么, 鬼使神差地问陆渊, 若是我已嫁作他人妇呢, 陆渊想了想这种假设, 促起了眉, 却还是回答我, 宁差时作妙, 不回忆装婚, 陆渊拉长了音, 无不细血, 却是无数风流, 我肯定拆一百座庙, 来毁了你一桩婚, 我再问, 若你博了足, 行走难堪呢, 他慢慢不笑了, 隐约见出一分音欲来, 我再问, 若恰好我笑你一句, 博足王爷, 十分瞧不上你呢, 陆渊轻声道, 那我难免失意自卑, 不如如今快意, 又难免伤心地喜欢你, 只是不敢再靠近半分, 该是很痛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出这些, 像是上辈子当真如此一般, 我说, 还好是今生, 还好今生, 遗憾大多不在, 其实沈归持被重用之后, 又来宋府找过我一回, 他被圣上委以重任, 宋家门房也再不敢拦阻他, 他瞧着愈发憔悴了些, 我曾与他说, 愿他虔诚万里, 如今看来, 虔诚万里于他而言, 看起来也并非祝福, 我平生罪毁之事, 不过是曾取心爱女子, 醉成的心聘他入门, 却在新婚夜里, 没去挑起他的红盖头, 不曾挽起他的精面脸, 沈归持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如此, 面容苍白, 我从那次冬日风寒, 隐约觉得自己忘了些事情, 现在更是记不得了, 见着他如此痛苦, 却半个字都听不懂, 我其一问道, 你何时取得清, 我怎么连风声都没听见, 沈归持却微睁大眼, 脸上血色尽湿, 半天没能说出话, 好久他才似哭非笑地说道, 原来, 只有我一个人能记得这苦楚, 那我又该去寻谁的谅解, 我一生能寻得谁的谅解, 世上最苦不过是, 毁到极致, 痛治骨髓, 却发现只有自己能咀嚼这痛, 谁都宽恕不了他, 无人在为他千里寻医, 无人为他夜里点一盏灯, 无人在为他停留阑珊处, 这世间有情人本就不多, 消磨去一个绝无仅有的宋燕书, 谁还能这样毫无保留地补上, 好好一个儿郎, 背脊却颓然地全下去, 读书人最重颜面, 他却从那双眼里落下了泪, 一滴不多, 却是从心头上落下的血, 我实在听不懂他的话, 听他颠三倒四翻来覆去, 林岁听了些, 难免宽解他, 愿有难成, 总该是两个人都有问题, 沈归池却有出一口血来, 惨然笑道, 不, 万般都是我的错, 他看我的眼神实在复杂, 我又担心他的神智, 叫了几个侍卫送他回去, 我站在宋府门口见他走远, 长街镜头却有人紫衣打马而来, 那么多的人, 眼里却只看得见他一个人, 迎恩白马的模样, 三月的春意都要让给他的得意几分, 他从远到近了, 在宋府的十十子前勒马回江, 陆渊坐在马上, 日头晕在他的眼里, 他将手中的明黄锦帛展开, 赫然是一封自婚圣旨, 他定定地瞧着我, 比太阳还要耀眼, 陆渊含一分浅犬笑来, 他说, 宋燕书, 只论今生, 你该嫁我了, 我也笑, 应是也该是, 今生与你, 小王爷, 前程往事不再, 往后每一日, 皆是新生。